中華民國教育部調查證實 台大教授李督忠違反兩岸條例 未經許可主持中國四項研究計劃 總金額245萬人民幣 李督忠被處以30萬新台幣 大約是7萬元人民幣的罰款 這些是教育部首度 針對台灣學者參與中共千人計劃進行全球 據自然亞洲電台報導 台灣大學化工系教授李督忠 去年參與台灣科技大學校長輪選時 被爆料曾出任中共長江學者 並涉及主持中共國家研究計劃 當時李督忠發表退選聲明 澄清自己依規定並未接受對岸兼職合約 但教育部接獲檢舉展開調查 2月18日公布調查結果屬實 進行開伐 成為台灣學者參加中共千人計劃被開伐的首例 台灣大學校方表示 尊重教育部後續調查及處理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發言人 邱瑞正在18日表示 尊重教育部調查結果 邱瑞正表示 陸委會將持續匯同了解台灣 台灣有沒有相關人員違法事情 台灣大學特聘教授吳瑞北表示 台灣應該可以請國安單位去和美國請教 如何處理千人計劃 如果要處理恐怕 國安體系也要處理 教育部沒有這個能力 吳瑞北指出 中共明顯用千人計劃 有系統地拿取知識產權 過去台灣有教授就是到大陸執行太空科學方面的計劃 這些就很嚴重 台灣應該針對機密性領域做更嚴格的規範